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 我在课道上初中的时候吧 家里才有一台电视机 所以有电视都是非常奢侈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是玩的东西 像现在的小朋友 有iPad的手机 什么都有 游戏机啊 各种各样的玩的 还有游乐场上的 我们小时候啥也没有 这些东西 所有的玩具全靠自己动手速 所以说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啊 动手能力都特别的强 家里一般的小小区的活自己都可以做 就是从儿童的时候就已经培养出来了 动手能力 所以现在啊 我希望呢 现在的一些小朋友啊 或者家长啊 经常也培养培养着孩子的动手能力 这样长大了 可以啊 开玩 有些小小区的事啊 自己就可以做了 可以去完成去了 那时候玩的东西 可能是什么呢 现在是家长有很多东西都不让孩子玩 又怕危险 又怕脏 又怕累 是吧 我们那时候玩 上地里抓蛤蟆 下河抓鱼 一玩一天呢 晚上不黑天都不回来 嗯 掏家桥 扛个梯子 晚上拿个手电筒 上防羊子下面去偷家桥呀 家桥子就是麻雀啊 我们那 我们那叫家桥 抓蛤蟆 蛤蟆就是青蛙 还有抓乖子知道吗 大伙子知道吗 叫抓乖子嘛 就是一种绿色的蝗虫 一叫吻是翅膀 煽动翅膀 就是 哒哒哒的叫吻 那种声音我也学不上来 一般都在哑麻地里 抓那个青蛙子 还有抓蛤蟆蟆 大伙子知道 蛤蟆蟆 叫蟋蟀 黑色的 删啪啪 啪啪知道吗 就是用纸叠的那种啪啪 也有买的 买的是一种圆形的啪啪 就是一张纸壳 上面印的几十个小圈 圈里面都是统一的圈 那圈里都是一些人物 一些三国人物啊 西游记的人物啊 还有 红楼梦里的人物啊 然后几小伙伴们删 就把这个啪啪放到地上 有花 有被儿啊 两个派一删 要是删过来了 谁删过来 谁就赢了 摊柳柳 摊杏子 女孩那丢口袋 玩嘎啦哈 跳鼻筋 这都是我们那时候玩的 现在没有了 很少有了 现在小孩玩的也太多了 但是玩的东西都不敢我们那时候玩的快乐 还有做蛋弓 蛋弓也是自己做 做蛋弓 做烟火枪 大伙似的吧 羊火枪 我们就叫白了 就叫烟火枪了 也是自己做 你会做了 你才能玩到 你不会做 你玩不到 今天在个六一二中节啊 咱们做一个 我小时候玩的一个小东西啊 我拿这些东西 大家值不值得应该我要做啥 七零后应该值得我要做什么 这些东西我那一摆 我就值得我要做什么 我做出来 大伙现在就可以在那个询论区留言啊 猜得我要做什么 我小时候做这些东西可拿手了 有的时候也帮小伙伴做 这些东西那个三十年不做了 手都伸了 一般做 一般回忆小时候的生活也挺好的 所以这个东西做的美不美观 不会特别重要 重要的是可以回忆回忆小时候的时光 这些东西就整块 整一堆土或点泥 几个小伙伴也能在那摔泥泡也能摔上一下午 你现在的小朋友一样 家长都不同意 现在 其实那时候 每天都照着埋摊的 你不得什么病 你现在这么干净 这么讲卫生 小孩儿竟得一个奇怪的病 做的不是太好啊 做工不太好 关键是这个小木 小树杆太细 这么这么粗正好 意思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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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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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东西做完了 大家猜没猜对啊 这东西叫黄豆腔 打黄豆的黄豆粘的 做的不太好 就是告诉 大家 我们小时候都玩的是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